這個都是用意來計算的 那因為他每年下的錢都不一樣 不過這個在網路新聞裡面全部都長得差 所以其實FB是重災區 那抖音就更不用講了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張左邊的海報 反共台商也撞到中國 你只要出現反共跟中國 基本上呢在FB裡面都會被壓制 所以我在宣傳這一場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把反共的共 反共兩人打馬賽克 中國在打馬賽克 然後企圖讓演算法沒有辦法辨識出這張圖 然後再想辦法 再用盡我盡量的一個力量 然後把這個活動給宣傳出去 所以我們之後也要跟大家問一下 就是你們是按什麼樣的國道 來實在這段的活動 待會兒最好的時候 請工作人員給大家問一下 你們讓我們有一個資訊 可以知道說 我們有那個很有錢 想要出來選總統 結果去給他擦水 然後後 現在很多天都很頂著 好像都沒有說話 也沒有在這個 這個公開場合出現的 這個過代名生寺 這也叫做台商 但是呢 我們的料董 就是比較處理的台商 就是他在中國做行李 但是呢 他有辦法在中國做行李之後 又做一些煩恐 煩恐之後 又回來台灣 繼續做煩恐 所以這樣會真心 我相信這就是 我們的貴城市議員是比較難看到 但是我們今天 大家也可以開始思考說 我們之後 講到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來給他提問 然後我們來盡量的去理解說 中國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跟我們的世界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再來後面 我們的陳一騎 我們的創黨主席陳一騎 他過去還是在 當時在中國 做這些田野調查 頂頂的工作 當時也研究 中國非常好處 他們兩個不一樣的這個角度 我們來比較說 現實是 我們台灣到底需要 什麼 什麼樣的這個 勘固 什麼樣的力量 來對抗 我們以後面對到的這個 危機 那首先 我們就先來邀請 我們最近在政論節目上 在各大節目上 都非常火紅的 廖金章廖董 請大家掌聲鼓勵 歡迎 請大家掌聲鼓勵 各位鄉親師傅 大家好 我的廖金章 其實他說 我是台廖25年 其實我是27年 他就是 幾乎1995年就去了 所以說 我們的經歷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就是 我不是在台灣這麼反共的 這個事情 可能要跟各位交代一下 很多人 無法了解 你中國怎麼反共 因為中國有一些社群媒體的微信 微信 有社群 有社群 有群組 這個群組裡面 就有很多人是討論政治的 因為我們在中國的時候 是一個小粉紅 所以一不小心 這個地方 我會說 中國還有這種地方 他有這樣的人 我就在上面開始講 然後我很快就在群組裡面出名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大概 做了至少五百場講座 什麼叫講座 就是我在群組裡面 來講 講事 就像這樣講話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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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人幫我做成一個音品 集合成一個音品 然後傳到各群 這當中傳到我們一個兄弟 我們這個後面那個兄弟 他也在中國的微信群圓 他是群組 他突然聽到說 唉唷 那我這個音品 這個音品是什麼 他就跟他的群組員問 這就是塔山啊 這就是台灣人啊 然後他們就把我拉進去 我就跟他認識了 他那時候 他在深圳 他在深圳開媒 我在台灣開工場 所以我們就 約了見面之後 我們就到今天都是兄弟了 那現在我們都回來了 我們都回台灣了 中國到底有什麼 白人的地方 有什麼好跟不好的地方 中國的起床真的很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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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量 你害怕死的量 比如說我做過媳婦 大家應該知道聖母 我做過一件工場的清潔劑 我以聖母跟騎手粉的行為做比例 但一個人的聖母 一個工場 我都用一筒 這麼寫 因為聖母是跟那個 所有原料混合的 二十五比一 但我在工場 一塊用一筒 那時候的聖母很害怕 我有一個人 一塊肉用三塊幾個 還有我們的工場用清潔劑 有些人在洗手粉 洗手粉 那種東西 在台灣人 一塊一塊肉 用一百香很害怕 中國人一塊肉 一塊肉 就那個時常 實在是大 比較會怕 但是 因為大 所以競爭也很厲害 所以價格也競爭得非常非常的 所以我會說 中國它有很大的市場 但是它沒有自由 在中國 你錢你要做大 你沒有跟官方勾結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我們 是怎麼過台銘最近 會被插稅 中國人用稅這條卡住所有的企業 沒有一間可以逃脫了 因為你如果不逃漏稅 就根本沒有錢 成功 因為中國 我們每天都在漫漫稅 在中國 在漫漫稅 在漫漫稅 要想到中國 中國的稅 在全世界比起來 都是最高的 你看看 那個國家很多 對不對 有一億人 有六億人 收入不到一千 不是六億人收入一千 是不到一千 包括還有五百的 包括零的 這個國家這樣 但是它的稅可以是稅高 光他們的汽油 比我們都貴 大概十塊錢 汽油 一粒包 比我們貴幾十塊 不是說到 那兩月三月的費用 也就是說 這個國家很畸形 很畸形就是說 看來這麼大 其實真正的 你要去那裡賺錢 你如果有官商勾結 你如果沒有特決 謀取暴利的話 你用正常的情況下 你賺錢 你賺不到什麼錢 因為他的每個費用 都被人家管 什麼費用 都是比世界各國最高 那幾年 看來就做 讓人家很迷人 而且政治是很不穩定的 你看 因為 中國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企業家 能夠愛交晚年的 一個都沒有 你如果馬雲 馬雲就知道 騰訊又怎麼樣 最後都是國家的 所以中國人 人家賺錢 人家賺錢 都比你們有錢 我說中國人 百分之八九十的財產 是建築籃 房地產 不好意思 房地產是七十年的管理 你沒有所有權 你沒有所有 你只有建築物的使用權 你沒有所有權 這種房地產還會漲 要去怕死人 為什麼 中國人他們很容易被撇 尤其是政府 政府他們有一個規模性 一個系統性來 呼籠人民 沒有一個能夠逃得掉 所以用一輩子的 積蓄去買市場 我現在 家 我跟你講 我自己有一個節目 只要我現在講 我一個兄弟在南嶺 中國人 用半價買的房間 麻煩跟我說 這個還會再跌 200萬 從七十五萬人買 很開心 有時候買的房間 兩百萬人說 很開心 還會再跌 因為他們沒有理解 這件事 怎麼可能 200萬 從七十五萬人買 你說還會跌 我不是看這東西日本 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說 一般對世界的局勢並不了解 所以他們看到 中國人去割韭菜 所以人民 人家當韭菜被割 他說 對 政府都這樣說 對 他們以政府的公告為準 結果他們 全中國最不可好就是政府 結果他們就是去相信政府 所以有所謂的什麼 上訪 什麼在上訪 你知道嗎 地方兆去給政府 政府 他們就到 北京去上訪 去告獄狀的意思 他們居然不知道 全中國最大的邪惡勢力 就是中央 所以我說到今天 這個事情都還在持續 他們說 他們去上訪 人家是比較多 還是說他們並沒有清醒 沒有 所以說 是怎麼很多人問 你說你是怎麼做生理 要跟人家插這個事情 我說 我不是說 不是說我很偉大 而是我看過過的 因為我們看得到 我們懂世界的趨勢 我們知道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謊言 你看國民黨 國民黨 天天都是謊言 共產黨體制內 都很優秀 他們最優秀的 他們進體制 但是這些人會在幹嘛 之前天天研究 怎麼欺騙人民 怎麼迫害人民 所以這個國家 是一個很變態的國家 所以我們看不過 因為我們很清楚 你這個政策 你會動的 你會民 在台灣人 我們很清楚 看不過 所以我們會在 很多地方到處去宣揚 所謂的 所謂的民主政治 所以我們說很簡單 我一開始只是想 告訴中國人說 那個共委 跟你們說 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是騙你的人 台灣現在民主很好的 所以你越說 你越說越來越辛辣 因為這件事 說一說 說一說 我才發現 其實所有的邊緣都在體制 體制的根源就是習近平 所以我去年4月6號 我當年4月6號 我當地的官員跟我講說 你趕快走 你的統籍都下來了 所以我當天就討回來了 我當天從深圳的蛇口機場 蛇口碼頭 船到機場的船 那天突然開了 我就趕快回來 回來 我自己的工廠沒有來不及處理 所以我就跟工廠 承報給我的朋友 我一課 又幾十萬元 租金可以拿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我突然的時候就開始做自媒體 然後就接受各大媒體的採訪和訪問 然後我就 我這個人又 我個性比較張揚 我個性真的比較張揚 這是我的一塊鏈 我醒來 我就在一個 一個美國的節目上講 講說習近平 他們說習近平要武統台灣 喔 沒啦 那 RidƯ built 他們說他可以不敢不敢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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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poco不敢 因為你就是這樣講 我說你們不要以為他是屇材大力人 他就是一個真正的偉君子 是個鬧腫 這招夏 3天以後我幫廣chair 我現在不知道 我連租金都可以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我的生活很簡單 我說很簡單 我是一個退休的老人 我比过过这一年 这年应该是生老十一回老十零 我生起来最修的老人 所以我联合在外频道上一句话 我就是老人家 老人家就是这样 我又不修飞 不好 我做不满意 但是我做得很快乐 你看我每天修衣 我一个人生很修衣 我不是说在大洞里面修衣 我的孝已经不成为我不等 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也学习的快乐 我认为向流新生 人从外表会影响你的表情 会影响你的心情 我是真的把自己过得非常的 非常的透彻 非常的平淡 平静 所以我余生也是要做这件事 台湾人太不了解中国 还有这些红媚 每天都这样说 哦真的 你要了解这个世界 你听到这些红媚 你真的会疲惧 我们这个人又是 个性又是 又是比较激的人 你知道我上很多节目都跟主持人 对骂你 对抢你 我可能没有看到 我过来过来的节目都跟主持人 跟我抢 我以前很急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那天去卸金和的节目 那些人又有来比他不是在说 意思说中国 中国他护照台商都很好 这些护照台商 结果他护照台商去做电商 不过东西就要抢啊 那电商怎么死得更快 他说没有没有 他们不是电商 他们是做供应电商的货的 那供应电商货 你会做的 做营业务吗 业务是在卫生院 业务的东西都积重了 所有的产品的衣服都用一公斤公斤卖给你的 你要做营业务 中国人是高低价 也说像这样的人 像这样跟我同意上节目 他们有意无意的 在粉饰太平 大家看他接近的黑肌 就知道 我当然会跟他抢 我就是这种个性 大家说你会说你会打 我没关系 我没打就好了 你会打 没有 我的个性 我在中国我就不怕了 我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 其实我们是很贵贵去的商人 我一辈子没有 你去查我什么前科都没有 我真正夸夸准备生的 我就是对这种谎言我受不了 所以说这是高兴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最近 这段时间跟激进走的 比较近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理念 我很少找到跟我志同道 当然我们反共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还反什么 我反中华文化 我反传统文化 我在中国反这个时候 被中国人骂得要死 因为中国有一群人 虽然反共 但是他们 保护传统文化 我既然说 第一次听到 他主席的是 他在说法如诺 讲这个 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哈哈 所以人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观念 要集合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最近跟 跟机长走比较近 是因为我们很多理念都一样 一样的话 你沟通就很轻松 我每个都在盖岁上 可能我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就很舒服 所以我可能 上一四也 上个礼拜在桃园 跟他们办一场 结果在 下个礼拜上是在 新竹吧 就是这样说 人哪我就找到 找到共同 因为 我只有跟我兄弟两人在做 我的自媒体也是 我跟我兄弟两人在做 我做节目他帮我做后制 我们真的是 人单是孤 其实我还有很多理想要做 我一直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们讲说 慢慢的 慢慢的 增加影响力 就是 都要有 有团队在做一个 其实我之前 一直讲说 要什么 全国行为演讲 我要在大学办辩论 统图辩论 要深入到大学里面去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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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想 未来要做的事 年轻人 对这个东西 年轻人一出生 他就是自由民主 他没有想到说 前辈 争取这个自由民主 付出多少 只说 这个做的事 其实很多事情应该是父母在做的 其实各个父母就要去传承这个东西 我一直希望真的父母要去 重点要去传承这个 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是台北人 你女儿 哪有哪有的 你每天都要去传承 所以说还是要去传承 我们这种观念也是传承下来的 我的父母本来就是台独 我们本来就是台独的家庭 所以 是我的小孩 我的媳妇 我们的家庭 其实都是一个立场 我们的家庭也要去传承 这样比较不会有家庭纠纷 就会用很多事情 我们尽量去做 最后我们自己的家庭 真的要让他清楚 要知道这些事情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我这年纪的 一年纪的 一年纪的 我国民党洗脑洗到公共洗 我就笑他们 你不要这样 你会笑 他就说我会笑什么 人不笑 你会说笑你老夫 你会笑你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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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有传承下来 我很想起来 要跟我的家庭 说对啦 你想想 我这样说也没有错 在台湾人 你敢说 你只是蓝营 要笑四人 你如果说 你中过来 你外省了 我觉得 我还能接受 你本身人呢 多少本身人 只是蓝营 你知道吗 我整天 我说 我同学会一天跟他忘记 很奇怪 我是做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这辈子 我这一代人 还有这么多是这样的 我没有理解 所以说 差不多时间才要搞 我们就是这样讲 但这台任务 我们这任务把它传承下去 我决定把这个事做到 不知道我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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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想说 我走那天 我离开这个世界那天 我是笑着离开的 或者就蜿蜒了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退休的人 我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压心 我做什么 没有 我都没有 我是把我知道的传承给各位 不是给各位 是给大家 其实我做这么多 一年多之后 我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的观众 跟我很多是变成好朋友 这是我人生 最后的什么 最后的意义跟价值 我太丁销了 人就是这样 你到这个就无所求了 我是觉得说 人不是民主的圣地 你应该 我会怕 我是有点害怕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宣传 不要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可能 这件事就冰拌了 所以最近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一起主席他还有很多话要讲 我先把这些 我要说的话讲到这边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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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育前辈 然后跟我们的邱哥珍老师 他们都是 其实 我们过去也有 在大概一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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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数的 一起算前辈 那 前辈 驴育算是我们前辈的前辈 那我们有认识这个 呃 一起这个辈分的前辈 然后他们就说 很感谢 驴育他们过去呢 在早期 然后他们办了非常多的这个杂志 所以 启发了他们这一代 所以大家真的是 要好好的掌声 感谢一下这些人 那台湾的这个民主 其实是这样不断一代一代的 慢慢的传承下来 才有办法延续啦 台湾无其 如呼吸喝水般的自然 那么简单好不好 好那我们现在要麻烦大家 好那个大叔 麻烦你帮我到这边 然后 这样 准备影片 那要麻烦大家 稍微往中间集中一下 我们先拍一张大合照 然后一起跟廖董 麻烦到这个中间 来 好 大家可以 稍微跟大家等 好 来 稍微再玩 我只感情的 在哪里 睡了你们 我都 你的港口 我都知道 你管在下期 也是增加 只好有路 我们都会过去做美丽 还有一个未来 将我们来拍拨 希望你相信 我们守候台湾的坚定 希望有一天 你永远的基金 我们的名字 合作 台湾基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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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本年發明的一個壓扁 出來之後再延續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完成的夢 跟我們的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相信在現尊時的靜洞裡面 包括大家看到那幾個地方 另外下來的一個節子建國 其實一定沒有什麼靜洞 還是年輕人在說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這個東西 大家其實是不可能放不記得 包括你對基金有什麼樣的疑問 還是說對這個料動 聽到不夠貴的地方 我們可以進行最尖銳的QA 所以要拜託大家 等一下如果有一些問題跟想法 我們今天QA的時間會稍微長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盡情的拷問料動 然後跟議題 那在寫QA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這個階段 我們先邀請我們的台灣基進的創黨主席 把我們這群年輕人哭起來的這個男人 我們的陳毅齊創黨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鳳林 主持人 還有我們廖東 還有我請客的一個秋社長 秋國鎮秋社長 以及很聽討我們基進的一個女儀前輩 謝謝你 因為有你們在台語 你們的打招呼 所以我們基進今天可以在這裡 不用看著頭殼 就出來去台灣的民主 繼續來打招呼 剛才廖東有說這件事 他說 有很多台灣人去打招呼中國國民黨 我想可能這件事 我和大家報到一個台灣早期 一數年之後 一定有這句話的流團 叫做國民黨無讀台灣就不好 那時候我們畫出這個比較好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你台灣基進 可以說是非常偏激 但我和大家報到這句話 其實是非常貴重 非常貴重 我跟你們說一下 為什麼國民黨無讀台灣就不好 其實國民黨的存在 現主席這個國民黨的存在 是台灣政治的難題 那個難題和阿強也有關係 我和大家報告為什麼 你們知道 我先說一件事好了 你們知道最容易 最容易重點檔的重點就是 田主角 不知道兩位已經聽到這裡 是 誰是田主角 因為田主角裡面的高級很差 他只要不要煮什麼 不要煮什麼 他都有主席來煮電 但是有這個吉姆 那個吉姆就是他現世 他做壞事 他必須要給神父各界 譬如說 抱歉 神父 我就讓我左腰 走在那裡 香腸講解一下 香腸 神父說 好 我代表的田主 他代表的代理人 我兩回到你的 那叫各界 你如果有這個各界的重數 這樣你就可以繼續說 你就重生 說不見 但是中華國民党在台灣 這個都市 曾經想要經過一個 本土化的勢力 的過程裡面 進行對這個土地 到過去 包括 李宇前部的影響 歸國的白色恐怖 那些年代 的一個各界 和好處 但是進行到一半後 回去 我和大家報告 台灣的主持 這幾年 你們都跟著倒票 尤其 這十年來 我們倒票 每一道到倒票的時間 我們非常會怕贏 這句說離台北發生的事情就是 這道倒票結果 倒票 倒票證我們很緊張 倒票之後說 這道倒票結果要怎樣 自己公共過去 台灣的影響 是我們的台灣 你們自己想一下 日本 年輕人的 日本的一般人沒有在倒票 他們正在他們講 但是 日本影響是他們的日本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所有的政党 都是日本党 都是站在日本的利益優先 這是他們對日本的想像 未來的怕 要怎麼讓日本更好 可能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不去倒票 什麼人都算 其實 日本拼不小心 拼不去 但是 我們的中國國民黨 台灣已經民主專業 三十幾年 本土現在也要摸八年 一幾年 大家倒票很緊張 甚至倒票之後 台灣會怎樣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這是什麼 這是台灣的民主專業 一定出現了一問題 我大家報告一下 台灣其實 但是我們過去藏經的好菜 我們可以說 聽 是我們走向民主法 尤其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 第一道政党的問題 你知道嗎 按照國際民主法的研究 學校跟我們說 一個國家要民主法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民主專程到一個空障 叫民主講過後 民主的生意 你的事 這樣 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民主主要的空障 但是民主看這個道路 不太簡單 我們看泰國 三不五時都會政變 有沒有 告憲主使 他的民主 他的民主 民主跟我們抖滾 大人 小孩要抖大人的抖滾 賣人的抖滾 賣人的抖滾 非常困難 如果抖滾滾 體格就差這麼多 所以有沒有 我們小孩的時候 尤其我們初中的時候 開始要抖大人的時候 大人都會去中國房 要抖滾滾 讓我們去吃 就是這樣 希望我們可以抖滾 體格比較漂亮 像大人的體格 台灣的民主專頁 像我們在做民主專頁 但是抖滾 但是我們沒有抖滾 為什麼 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現代主席 國際上我剛才有說 學家說只要兩敗的政黨輪體 這個國家 他就民主公共 這樣民主的生意你就是想 這樣 我們就有可能可以生意一般一樣 不可以代表 日本以外是日本 他們為了 他們為了 告訴我這件事 給日本的媽媽媽 他的生活 他的品質提升 台灣經過三次的政黨輪體 兩千年 兩千公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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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的政黨輪體 台灣以外 代表 代表得非常嚴重 那些人是台灣的民主專頁出問題 所以台灣基金 其實 我最近出一本誌 叫黑暗中當心 這本誌 其實就是中心去問說 為何 台灣人命名為 Ji中拳 criminal 那個戶口是什麼 我們普通fa玩 我們為了 採域紅人 75 kleiner 我們是想郎共對方 每一個人 約有老手 但到東部 Chevy 經過年的生意 那麼困難 那麼責任 那麼老人 結果這個政地 真的很愛 這道經濟的逃避的結果是由我們台灣撥去 這件事經驗不斷的 為何我們台灣人民到逃避的時候 都要有政治生心焦慮症 為什麼 我們要忙著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日常 另外一邊還要怕說台灣的貿易 台灣人是很可憐 我們台灣為什麼有很痛苦 為何不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小確信 那個安心感是誰說 抱歉我最近是來比較不容易 我的工作是來不容易 我沒有想要關心政治甚至聽不下去 甚至忘記在外面 等台灣優安心台灣的這個安心感 讓人為一個人 民主轉型三十幾年 為什麼要達到這個安心感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 如此對這塊土地放心跟安心 就是我們的民主轉型還沒有成功 它的後一步民主公國不成功 我會說回來就是兩千年 兩千年的時候你知道李前總統的做什麼嗎 求公民大李前總統他修宣 他是台灣的歷史領委最改善的一個 立任民選的總統 他叫做Mr.Democracy 民主選手 為什麼他是民主選手 因為李前總統的求公民大一起來之後 他知道中國國民黨是外來的政權 外來的政黨 他要做一個工作什麼 我要把這個中國國民黨變成在地的台灣國民黨 他要做本土法 第二 他要幫忙民進黨 為我們這個土地生出來 為當年開始到最後的行程 令到政治的利用民進黨 這句對說的政策 這個政策 所以他知道 只有利用民進黨 才有辦法進一步 像來報 像大中國的 這樣對不對 想到中國統議 那些人的 將台灣後面的力量抵下去 讓台灣民主法的巴士可以說前進 這是李前總統所開出來的 民主專業的做法 但很危險的事情是 有些人會說 一齊 怎麼會這樣 當時才這樣 我要大家報告 我要告訴大家 整個燒告書 第二燒告書 今年四月 分分早起到這個 早起到這個 此林基金會的 竹南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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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唯一裡面,他寫了一個故事 他說,剛才說李政總統,他就把李政總統贏了李政總統 說什麼,你三番兩處都縱容民進黨 為什麼這樣? 他說沒有,民進黨好像紅衣的,我們需要一般人水大汗 許利弘很會說,大汗要遞到我們中國民國嗎? 李政總統裡面他的記錄說,李政總統就不作勝 到這裡,所以你會看什麼?李政總統會想什麼? 你知道嗎?還有一件事 他今年八月婚姻,我有一個台中的申請 我表會裡面的一個政委,那個政委叫陳彥兵 我想說李毅前輩也有這麼好的朋友 民進黨生立廟,台中市黨部第一次政黨 他就說一個稍後事,說李政總統是對李政總統、李政委是最不爽的 國民黨,我都很不介意 結果有一次,台中的幹部一班人去周東府拜訪,我去訪問 他就說,你們的東方說,你們的東方說你們的東方,我沒有理會,我沒辦法等你 結果說一年後,他們就出來了 拜訪結束出來的時候,你相信這事情說得久,跟國民黨說得久 結果李政總統是跟我們說什麼? 他就這樣問,跟東方問 那個東方說什麼?他說沒有,李政總統交代一件事 那個事情是什麼?你要好好跟我們說民進黨人家,要好好跟我們說感動 這樣我跟他合作的事情 意思是什麼?他很清楚 台灣又要加上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化的社會 跟國家,他需要這件事 要讓他成為本土,跟台灣利益、中性台灣利益的政黨 這如果在那裡也需要這樣,就這兩件事 所有的民主政體、本土政體的完成 更是台灣民主法的一個基本的能力園進 殺台灣的民主巴士公正進 這個格局是這樣 但中央憲態是兩千年,中國國民黨 經過李政總統的本土法要把他變成台灣國民黨 當中兩千年連戰選輸 結果把選輸的結論變成李政總統來看出 有沒有?這表示什麼? 中國國民黨擴來的農都,中國的農都被關抵生農 中國農都再度恢復,第二 兩千共四年連戰再度選輸 選輸後兩千年,中國怕台灣人選阿比亞 以後已讀不回,所以通過一個緩分的緩 所以接來兩千塊五年,全世界那時候 我們在後幾個時候都在抗議 中央台西館在抗議 結果兩千塊五年連戰再去到 胡錦濤請一個聯合國公報 跟聯合國公報,陰請到台灣 第一道台灣,中國因素一道到台灣 意思實在,中國國民黨有什麼? 再度選中 不知是蓋了本土外的食材 農都,提醒發佈到中國農都外的農都之外 就再次去選中 所以請問一下,中國國民黨 以免台灣的民主競爭 裡面有參政的主意 你們大家人都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怎麼參政的主意? 我說一個稍後是,今年三月份 有一個台灣的台軍島的路選手 它叫做羅家林 羅家林這個小姐,她參加五十七公斤的台軍島 她走到美國,跟教練走到美國,準備出國比賽 對不對?她已經到美國,要比賽 要把我們島回來了 結果她的當中,來 要開始比賽進行,要站起來一步 不好意思,羅小姐 來自台灣的羅小姐 你超過一百公斤,你失家 你沒有參選的出家 沒有參選這場比賽的出家 意思是什麼?台軍都比賽 你參加五十七公斤 你超過一百公斤,你就沒有出家了 為什麼這樣,中國共民黨 這是有可能 決定到我們後一台,我們的未來 我們後一台未來 會算起 結果我們對這樣算起 完全沒有出家的要求 他可以算就繼續就算了 所以我們台灣都在哪裡 如果說算,台灣都可以支持 台灣就說中國去 民進黨繼續來支持 台灣聽說,還可以維持台灣的分土 所以台灣都要含入一個選舉的結果 裡面的定義改選是我們民主社會的表現 不好意思,定義改選 你比我們要勉弄一道 定義無人國家不可能 這就是現在台灣民主轉型的現主席 結果是我們的問題 什麼人要改換? 沒有什麼改換? 有人要改換嗎? 台灣的民主經理、現主席 大家人們都出拼 但是都沒有一個人說 我們的民主出現生態問題 我們黨選是要改換台灣現主席的民主問題 沒有! 大家人們都想贏 贏嗎? 贏嗎?贏嗎? 贏嗎? 你選擇你做政治人物 有這個新聞而已 不是耶 你是要利用到這個新聞 收賦予的權利 來解決台灣什麼樣的問題 帶來台灣什麼樣的未來 完全沒人說這樣 我們黨媒體覺得很奇怪 我們的政策怎麼會變成這樣 沒錯,很主席就變成這樣 很主席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要大家問一下 國民黨不做台灣就不好 因為我這麥麥麥來說 不好意思 剛好而已 請國民黨 2天之後 中心 為這個土地中心洗出來 他這樣才會變成在地 中心台灣的政黨 全地之下 他才會有參選的主席 現主席的國民黨 沒有參選主席 所以我們想要第一條 港港下流 國民黨不做台灣就不好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 大家都不相信 不好意思 現主席 要相信 為什麼 因為中國國民黨 經過兩千年 已經兩千塊五年 這兩波 所謂的 恢復到外的性格 以及青中 人啊 不好意思 中國人所 這次到台灣之後 三省就是一個問題 中共跟人類 因為正常的人類 文明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正常的人 譬如說 我記得 我們正常的人 這個東西會這麼窄 也不會這麼窄 但是 中共的框架 理解事情的框架 跟我們一樣 譬如說 人不能動作就把他抓换 你走路中 不能說 那個新聞人拿出來 沒辦法插 沒辦法抓换 沒有 因為我們是一個文明 反對國家 可以 所以他的框架 他的運行的邏輯 跟我們運行邏輯的框架 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 阿強我們往往往的社會 阿強我們往往往的 你想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做不到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我們用正常人類文明的國家 去對待他 認知他的聲音 我們就中標了 所以你知道嗎 阿強我最厲害的是什麼 這也是一幾年 另外人類 走幾年 反省 他了解 以前 我們打高科書的時候 我們這樣 Hot Power Tots So Power 有一個優勢 他說說 So Power 我們要去跟英雄 把國家 我們是要利用到 我們的文化 轉實力 結果阿強阿強 他有一種東西 人類 目前 在2017年的時候 美國的智庫 才終於 對中共運用的 國際影響力 發揮國際影響力的做法 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瑞士力 瑞士力 瑞士力是啥 利用到民主社會 自由民主國家 他們所擁有 賦予的 自由的空間 進行寄生 顛覆你的民主制度 我記得一下就好了 比如說 美國一開始也不知道 我們就自由國家 所以我們有什麼 我們就有新聞寄稿 好 中間就開始了 他的CGTN 環球新聞網 他的那個新華社 他的什麼就走了 他說我新聞 我記者 我要給他採訪 結果阿強 美國幾年後 又不死了 三半 我們西方國家 有採訪自由 新聞自由 是因為他是一個 所謂的 news agency 他真的是一個新聞機構 但是你中間 這個東西 所謂的一個 你外面看的 像是新聞機構 新華社 像是新聞機構 你的環球新聞網 像是新聞機構 但是你根本都是 中共的宣傳機構 你根本叫做 大外國代理人 你不能擁有 採訪自由 你不能擁有 自由進出 我們的國會山莊 以及我們的國務院 採訪官員的自由 不是 這是經過多少年才知道 意思是什麼 他利用到你的新聞自由 利用到你的民主社會 裡面的新聞自由 對不對 偽裝成新聞機構 去顛覆他們 滲透他們的思想 就是這樣 所以 後來他們就用 代理人法 處理掉這些東西 說不好意思 你們這裡每一間都沒有太多 所以未來你們的記者 不好意思 限縮之外還有一些東西 你不能夠自由 進出我們的國務院 進出我們的國會山莊 進行採訪 另外你們是宣傳機構 這就是美國 一不斷地在面對著中間 被教育 從被教育的過程裡面 才發覺中共想的根本不一樣 共產黨的採訪 就是利用到民主社會裡面 民主的遊戲規則 進行顛覆你的民主 我記得 說起來好像很抽象 一點都不抽象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講個小故事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們坐飛車 完全沒有紮門 完全沒有紮門 我們每一個人 荷蘭是要求是這樣 每一個人說民主當主犯 荷蘭要急去買承票 承票買了之後自己去 前輩 你不能把插到 插到自己發展過 因為你欺騙 你懂的意思嗎 我在荷蘭的時候 說民主這樣運作 但是過幾年之後 他們想找找人出來 我有一個室友 一個平衡的女兒 她是做英國文學的研究 她的女兒 她的男朋友 在台灣的這間 資訊公司 科技公司 電話公司的石頭路 她剛好去捷克出差 捷克出差之後 就去荷蘭找她 一天 她很開心 她要找人 她記著 記著名字 她就要回到台灣 很久沒有記著名字 所以很開心 所以我們 因為荷蘭坐飛車很貴 早上高點進行叫PIT HOUR PIT HOUR 不能用折扣卡 但是我每一個學生 因為出力 我都去高點名字 所以我都會用折扣卡 折扣卡 折扣卡 一天很開心 我們都自動的時候 買六千票就好了 結果去查票之後 那些差別人 還要花十個月 她解釋說 我忘了現在是 那些監控時間 對不起 那些差別人很不爽 給我們 她說 You people are like 你們這些阿酒的都會賣賣 還是你們這些華人都會賣賣 都會賣賣 意思是什麼 有太多套路票 後來我知道 原來 中國學生 他們有照片 因為後來 我這個女孩子 我學了 因為我是二房東 我是住荷蘭的社交媒體 我是二房東 我這間 看出來之後 來一個新疆的漢子 叫韜哥 他在四川大學 來我們這裡 帶一個社區 來了 有時候韜哥就跟他講 疫情 你怎麼還要叫 你不知道可以坐一檔嗎 我瞞三次 要怎麼坐一檔 要怎麼坐一檔 坐一一次而已 要怎麼坐一檔 哎呀 你都不知道 確實 這個荷蘭的這個車廟 是防水的 所以你要塗上一陣澆水 澆水之後 然後再買綠數票之後 塗上澆水之後 然後去打卡 打了卡之後 做完之後 你再回來 再把他用一些水沾濕 濕掉 就全新了 這張至少一年 意思是什麽? 意思就是,他將我們的規制 建立豐富性、誠實的公民規制 顛覆 所以荷蘭我要離開的時候,開始在裝飾 上次我回到荷蘭,開火的時候 已經要用紙門,反而我完全不會打來 很可能,所以我要說的是什麽? 今天就是利用臺灣民主的漏洞 民主的不健全,進行對臺灣的顛覆 臺灣民主不健全,最大的問題在哪裏? 臺灣,我們沒辦法確認臺灣現主席 臺民衆,所有的政黨,都是重新臺灣利益 不管未來要做這些,還是未來要做這些 都是臺灣重新臺灣利益的政黨 說一個我常說的比例,雖然比較沒問題 雖然有很多人叫我,不要這樣說 但是我跟手這樣說,讓人聽到 意思是什麽? 意思是一個民主餐桌上,不一樣的選中 不一樣的選中,不一樣的選中 我們必須要結束,可以端上這個餐桌的前提是什麽? 它一定是無毒,健康,吃下去的老闆 好吃不好吃,我來講 但是很抱歉,臺灣的民主餐桌 就是定期我們要做民主餐桌的 料理選擇的時候 一切只因排泄物,越來越見 越上越民主餐桌 它本來不應該成為選項的 越上越民主餐桌 而且我們選的都很開心 而且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比如說民進黨在我們高雄 我們社長就知道了 邱社長就知道了 2018年寒流的時候很恐怖,對不對? 那個在那裡寒粉之外 最大的就是讓人做看看 你說民進黨的高雄 由於社長城一級幾萬年 到2100年丹九 二十年,民進黨是老闆的 我們讓人做看看嘛,對不對? 讓人做看看嘛 臺灣人會喜心研究 他利用到民進黨縱使一級前後 可能不說吃壞 還有怎麼不錯 還有一些進步 但是人民縱使的不滿 口鼻縱使的想要換 他想要換口鼻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其他健康 教育不會老闆的口鼻給他換的時候 他就選到這個 中國地都有的口鼻回來 這是臺灣民主的比例 一年,我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現實是 臺灣的民主是這樣 民主一定有什麼? 這場,你知道臺積電 他為什麼是全世界競爭率最好? 臺積電為休耕未來 他就流傳了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量品率 臺積電其實是世界上的 這些晶圓半導體裡面 他的量品率最高的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有這麼好、這麼優秀的港兵主 港兵主以外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他有加速的QC 讓他的量品率是世界最高的 所以他的身份最低的 你知道嗎? 這個民主 這個質疑就是什麼? 我就是叫做施政 你知道嗎? 材料叫做什麼? QC 就是品質管理 品質檢查 他有好的生產人員 他也有好的品質管理人員 他就會讓整個施政的品質提升 但是很貴重的事情 台湾的民主已經沒辦法了 我記得一下 過去一幾年 因為疫情的時候 一開始 有人說民眾、小營政府 什麼都沒有疫苗 都沒有疫苗車 COVID-19很嚴重到 沒有疫苗車 台灣人會拜託生命安全 一開始就有 會退我們公園 對不對? 還不錯 剛才政府要快疫苗車拿到 結果後來診明書 他第二句話說 中國的復辟態也不錯啊 科興也可以考慮啊 欸 鐵強不說話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確認到 他到底是呢 站在台灣 人民利益 來督促我們的政府 提升他的施政效率 還是他以後面唱一支牌 那鐵強不說話 憲主席就是這樣 你看 兩也是一樣啊 兩也是一樣啊 所以台灣的民生 社會問題 在台灣憲主席 我們的民主政 其實沒辦法好好理想 不是 科學生的來討論 因為我們的懷疑 你後面 是不是唱一支牌 後面 你是在聽什麼人說話 你的聽什麼人代言 你到底是站在 台灣人民的利益 在替它發聲 還是其實 你只是打著 台灣人民利益為枉子 在背後 偷渡中國 的這個所謂的那個 他的利益進到台灣 所以我們民生社會的問題 一幾年完全沒辦法 所以台灣再加上網路媒體 認知作戰的事情 所以任何的理性的討論 都會變成什麼 像我們基金剛才一個問題 你把民進黨 稍微說一下而已 因為科文哲 他們的都沒人說 國民黨沒人說 我們說而已 你也一樣說不一樣 被刺 變成被刺了 你不覺得台灣怎麼會這樣 民主本來就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確認 你是不是要給台灣更好 你的質疑 你的執行 你的執行 是不是要給台灣更好 還是要給中國更好 所以你知道 台灣的問題要怎麼做 如果你不介意 不好意思 中共正式利用 台灣民主的最大勞動 就是我們民主的尚未公布 所以台灣民主必併最大勞動 因為他可能是誰 中國代理人政黨 成為台灣的民主定期改選的 主要的prayer 玩家 然後只要他們回來 就可以實現什麼 實現 你們幫議員 以前我們都說 用經濟買下台灣 不會 經濟買不下 經濟只是前置作業 他用錢買 買不下去 因為罪後去關 要錢買下去 好像買票 那裡就動算 要票投出來才會動算 意思是什麼 買票要有效才會動算 就是最後人民真的按照他買票 的機台 投出來才會動算 所以 中共在做就是 他想要用選戰 拿下台灣 比用炮彈打下台灣 更容易 而且更有國際正當性 這就是阿強 他台灣的處理 這就是台灣 現主市民主沒有公共 一定必然 定期改選 定期問國 如果家人有小孩 我告訴你 他主持還沒有投票 今年 明年 一月十三個投票 兩年後 2026年 俏雄投票 他就再採取 勒索 逼迫 逼迫 焦慮說 他有可能投票 沒有選舉的結果 他還沒有投票 但選舉的結果 還沒有投票 他到底有辦法 繼續做台灣人 你還沒有 你還要投票 未來給我們一台 還要投票給我們一台 你怎麼做得到 你怎麼搞得到 你怎麼搞得到 我們台灣人是在世代正義嗎 所以你知道台灣的問題 要怎麼改管 所以你成為台灣 其實堅持要存在 那個時候 我跟時代力量的想法 很多人說時代力量跟我們一樣 我說 我總能說 時代力量主要讓我們 觀察一下 他跟我們一樣 要把軍土 讓他做 我們改善 結果這名不是 所以基金結束了 為什麼 是因為台灣必須要堅持 本土這千塊 還要有本土財產 所以我如果大家報告 就是什麼基金 堅持的項目 沒有民進黨 你能幾次 兩次啊 都要我做你的本庫啊 我生氣 很簡單 我去之後 台灣有完 沒有人要做 堅持的財產 本土的政力 就要我給他洗出來 現主席的民進黨 是他救救命的 李政委的 民進黨 那個角色嘛 但是 他救救命的 民進黨的 財產 感動的角色 沒人要做嘛 什麼人要做 這個事情多重要 你知道嗎 除了我們基金的國會 裡面 很多事情的開關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2022年馬文軍 現年 近年出來 你都想過嗎 他記得 那種電話 沒辦法打開 我抱歉說 大聲 電話他是主席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你明明一個會議裡面 他有簽 他沒有簽 主席經驗都沒有說話 好 我知道 你主席要維持重點 那個會議裡面 國會沒有報告 國會紀錄 他要簽 他不用簽 有民進黨 請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一個民進黨 你不去玩 他跟我們說這句話就好了 為什麼 報告主席 我是比較小的 我比較小的 我比較小的 我會簽 他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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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2019年的事情 結束了 不是為什麼 跟他等到今天 2023年選舉進行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回來 沒有人要做人 因為我們是 等於選舉的選舉 一個選舉裡面 裡面有一個運下的 有中間的 所以為了要過半數 大家要討好 大家要討好 大家要為什麼 忍設 中共明明就在利用 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漏洞 來顛覆我們 我們最大的漏洞 就是因為台灣 沒有辦法確認台面上的 所有的政黨 都是忠誠於台灣的利益 為什麼我們不要完成這件事情 完成它嘛 首先阻結中共最大的一步嘛 否則你永遠都會有中共 代理人政黨 我告訴你 你人家都不覺得很奇怪嗎 兵軍在他照天裡面的事情出來之後 柯文哲就馬上提什麼 提出中國婚姻配偶做他部分去 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乖乖的 這是不是說 你們大家把我洗掉 旁邊那麼多人 我都有你們的相批 你們大家給我假笑 他是不是在這樣暗示 我不知道 但是你就覺得毛毛的 那如果你要知道 白痴是怎麼有一隻 就有一窩呢 你那台人老夫心裡 問問一下 怎麼會有白痴一隻 沒有啦 都是在巢穴嘛 你看一隻就是一窩呢 如果我們都知道 它會藍金黃 這一次是不是真的是藍金黃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的民主到底被滲透到什麼地步 所以我大家報告 拜託一下 可以做的是什麼 我們來 讓我們台灣的民主轉型的過程的下一站 叫民主鞏固要確立 民主鞏固要確立 民主鞏固要確立 就是要催生出 台灣的本土在野政治監督隊伍 打死不退 可以讓它活下來 活下來就是5%而已 我跟你們說 基金廟的廣東廟要過5%啦 5%的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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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進2%不要投基金 這樣投民進黨 因為票的農民 但是問題是 你會記住2020年說基金不會過3% 結果 給它收票 官司公關民調4.78% 結果給它收一票 蘋果日報2020年公布的民調是5.多% 5.多% 5.多%的時候大家走不過 所以走3%不過 所以那時候就發出一個東西 關注基金 不要投廟基金 結果下一個基金3%幾% 標示什麼 基金的實力至少3%幾% 現實是我們的民調 看P2.3的民調 有5%的分數 這個長期趨勢 我們都差不多中間4%幾% 4%出頭 意思是什麼 還有1%它會過 我們的不分區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它只要過5%馬上增加兩個席次 但是5%之後 每增加2.78%才會增加一個席次 我告訴你 什麼最好的CP值 就是這次你沒給它過 所以馬上增加兩個本土習慈最大化 如果我們期待本土習慈最大化 如果我們期待本土習慈最大化 到基金 讓它過關過5% 這是做得到的事情 第二件事 這樣去之後 還有一項庭農委 因為大家公平起了 25%以上 滿2.78%分賣死 這就是本土國會習慈最大化 然後在本土國會習慈最大化 逼近到零界點超 我們所謂的本土國會過半 所以我們要足夠的是什麼 政黨票投激進 其實是台灣的大局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的大局 站在台灣的公民電中 不是民進黨 單一政黨全面過半 因為已經8年 我們以前以為 台灣的民主難題是民進黨 沒有單一政黨全面過半 不 台灣的民主難題首先在於 讓我確認 讓台面上所有政黨 都是忠誠台灣利益為優先 所以這件事情要確認 這也是因為這樣後來 我既學 從政 也不叫政 因為組織政黨 如果要從政的話 我應該是個人居產權 結果我跑來組織政黨 為什麼 因為台灣主要 雙本土的 未來一定要期待一個 雙本土的政黨競爭的格局 用這樣的格局 讓台灣人民首先有一個 小確信跟安心感 不論誰當選 我工作太累了 我家庭事情太多 我沒有去投票 不管你們是民進基金 台灣基礎 不會變成中國 這個政題先存在 人家就活動比較活動 要中國利用到我們的政客 讓他變成台里人政黨 來劃改大人的民主政法 這是我們做得到 也應該完成的 李政總統和國民黨 為中國變成台灣 人家幫民進黨這樣起來 這個過程 他會成就民主全新的力量 力量的管道和力量的領域 他是去救救命隊 他會推動民主轉型 我們後來告訴他 這叫做民進革命 如果以前總統 他們那一代 就是你們這代的政務 所打名是第一代的民進革命 我經常年輕人說 我們現在還有呼吸的人 對台灣還有一個歷史的問題 我們要利用二次民進革命 來推動台灣民主轉型的下一步 民主共有的確認 讓台灣的民主兄弟健全之後 阿共也 他要利用我們民主的墊覆 相對的就會變成困難 修正文 我們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大家當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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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